重速拆彈 重速拆彈 不容再拖 大約10名旺角區居民協會成員 包括花園街的居民 早上趁立法會會議 就花園街大火進行緊急質詢 在立法會外請願 他們不滿大火發生超過一星期 警方仍然未掌握到關鍵的線索 政府也未有具體的方案 如何改善排檔管理 我們很擔心政府有頭位沒有尾勢 就是到最後的時候 繼續讓社區上很多這些 我形容為炸彈的問題 繼續傳活下去 如果繼續傳活下去 最終只會令到慘劇 或者更多意外 更多無辜者繼續出現 繼續發生 他們促請政府認真研究排檔 招航晚拆 或者是拆捨排檔 跨區重置小販的可行性 以及考慮收購花園街的樓宇重建 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 香港寬頻電視機 仔若然影不到 然後 然後 然後